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进阶算法应用课程的第一节课 因为这是第一节课,首先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彭亮,目前在美国犹太州立大学,正在读计算机博士 我从事研究方向是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 以及计算机视觉,也就是computer vision方向的研究 之前呢,获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也就是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年轻学者奖学金 之前呢,我在美国的本科以及研究生,以及博士的前两年阶段 从事过六年的教课的经验 之前也在Intel的Macron Flash Technology,PCL硅谷北美研究院 以及佳能,在美国硅谷的创新中心做过实习 发表过国际论文以及computer vision图像处理方面的中国及美国的专利 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这个Math学院跟大家已经带过两门课啊 之前就是讲过一门Python的语言基础应用的一门课 还有带过一门machine learning,也就是说深度学习基础介绍机器学习的课程 那么上个前两门课程的同学可能对我的讲课风格和之前的一些基础内容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本节课呢,其实是我们这个深度学习课程系列的第二部分 也就是说之前我们这个深度学习课程已经讲了一个系列 那么重点在于我们介绍他们的基础的知识 也就是机器学习的内容 那么最好呢,同学们在收看这门课的之前 最好能够有一些对基础的了解 也就是说最好能够收看过我们之前的前置课程 也就是深度学习基础介绍机器学习的课程 那么本系列课呢,就是说第二部分 我们重点就已经在同学们已经了解了这个机器学习的基础上 给大家着重于介绍深度学习里面的算法以及应用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门课的大纲 就是说我们的培训对象呢 就是说对机器学习和这个数据挖掘 就是Machine Learning和Data Mining已经有所了解 想深入理解机器学习的这个算法原理以及应用的人 那么这个课程呢,由于它是一个进阶的课程 而且深度学习是目前这个机器学习里面最前沿的一个方向 所以呢,它对是一个有一定的这个前提要求和基础 也就是说呢,首先同学们对这个概率的基本概念要有所了解 然后具有一定的这个微积分和线性代数的基本知识 还有呢,有一定的编程基础 由于之前我们两门课用到的都是Python的语言 而且这门课我们也不要以Python为编程语言 给大家介绍机器学习的应用以及它的框架 一些Open的Library开放的Pool类的使用 所以呢,最好有一定Python的基础 然后呢,对机器学习的基本概念有所了解 也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收看过我们之前 给大家讲的这个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这门课程 那么这门课程呢,我们的培训进的目标呢 就是说,希望同学们学完这门课后 已经拔到这么几个目标啊 就是说,首先能理解深度学习常用的这个模型的算法 对算法了解,这是一个核心的地方呢 然后呢,同时使用这个Python语言 对这个深度学习的COO 目前比如说这个CAML和PyLearn2 能够对这个COO进行应用 并且呢,对它里面的代码有所了解 而可以进行一定的自己的Customize 也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对算法进行一定的修改 然后呢,我们将结合实力给大家介绍 就是学完这门课程后 大家可以利用深度学习的方法 比如说,对手写的数字图片进行自动识别 或者说,可以利用深度学习方法 可以自动产生符合逻辑的自然的语句 或者是更广泛的讲来说 可以就是学会使用深度学习的方法 根据自己的这个数据集和训练集 可以给自己建模来进而开发各种应用 作为后台的一个知识 所以深度学习这个课程的目标主要是这样 那么课程的设置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门课呢,我们计划是有28小节的视频课 那么跟上一个第一系列课程 也就是我们机器学习的课程 几乎是一样的设置 时长,也就是说每一节视频的大约是30分钟 当然有的根据内容有所变化 有的时候我们会稍微短一些 比如说20分钟 有的时候可能是40分钟 但是大约呢,每节时长是30分钟 那么这一节视频课总时长呢 大约是14个小时的视频 大纲呢,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内容 首先第一节课,也就是本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课程大纲之后 跟大家介绍这个什么是深度学习 以及它的基本概念 接下来呢,我们将基本上 基本上以算法为单元 跟大家介绍,挨个介绍 机器学习,这个深度学习中的常用算法 以及结合我们实力应用给同学们介绍 所以呢,首先最重要的这个神经网络算法 我们跟大家作为第一个内容来介绍 第二个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gradient descent 也就是说T度下降的算法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CNN 也就是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卷积神经网络 也就是目前在这个深度学习领域 就是它的表现是最好的一个算法 然后呢,这是以上是对于这个监督学习来言 也就是supervised learning 那么下面呢,我们说就是根据这个unsupervised learning 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么几个算法 就是说restricted post-machines 就是限制布奥斯曼机 和这个autoencoder 自动编码 以及深度信念网络 Deep-breed networks 这几个算法 跟大家进行详细的算法的理论 以及结合实力 跟大家来进行应用这方面的介绍 好,最后呢,我们有一节课的总结 所以大概的这个课程设计是这样啊 但是具体的课时 根据每一节课的内容 我们会有针对性的调整啊 有灵活的调整 好的,那么作为第一节课 我们首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什么深度学习一些基本概念 在上一个系列的课程啊 就是这个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的课程中 我们其中有一节课 已经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深度学习 Deep-learning 它目前的发展状况啊 已经它的基本概念 所以呢,我们就这里不再重复 就是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回顾一下 这个第一系列这个课程里面的 这个深度学习介绍的这一节视频 来看一下啊 就是现在的深度学习的 我们里面有很多实例给大家介绍 这个在图像处理方面 在这个自然语言处理方面 它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 在这里因为这是深度学习的 进阶课程的第一节课 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回顾和总结啊 也就是说 什么是深度学习呢 这个深度学习啊 所谓Deep-learning 是基于机器学习 延伸出来的一个新的领域 它是由以人大脑为结构 而启发啊 作为这个传统 就是80年代就出来的这个 神经网络算法 以它为起源 然后加上这个模型结构的 深度的增加 发展 并且伴随近些年来的这个大数据 数据的量的增大 以及计算能力的提高 比如说这个GPU computing 这一系列 而产生出来的一系列新的算法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啊 它是跟这个深度 就是机器学习是紧密相关的 但是它的主要特点是 我们近些年的这个数据 量不断增大 而且计算能力不断提高 所以我们在以前的 传统的神经网络算法基础上 使它的模型结构的深度更加发展 也就是说神经网络算法的层增多之后 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算法 这样一个领域叫做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所以呢 第二问题就是说深度学习是什么时间发展起来的 那这个主要是由于这个著名科学家 Jeff Hinton 本人啊 在2006年和07年两年 在这个著名的这个Science杂志上 发表了文章 被提出来 而且又那时开始兴起 那么这个同学们可能会好奇说 那个深度学习能用来干什么呢 为什么近年来引起非常广泛的关注呢 那深度学习作为机器学习中延伸出来的一个领域啊 被应用在这个图像处理与计算机视觉 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等领域 自2006年以来啊 这个在美国这边 学术界和工业界 合作在深度学习方面 采取了非常这个大的突破性的进展 比如说以这个ImageNet为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是一个对于图像处理方面 学术界一个常用的一个数据库 也就是说它有2000多类的这个物体啊 然后呢 大家都是通过这个计算机视觉的方法来进行识别 看谁的精确度比较高 那么呢 近些年来的这个冠军 都是通过这个Deep Learning 深度学习的方法 达到的啊 目前最高的精度 大概已经达到85%左右啊 对于这个2000个物体来识别 那么2000类物体来识别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 它是一大的领域 就是说它的最终目标是想要计算机 跟人类有一个达到一个近似人类 或者甚至相等或者超越人类的一个智慧的程度 程度 但是呢 这个我们如果不太了解这个计算机怎么work呢 我们常常会认为 就是说有些任务对人来说很简单 但是计算机来说很复杂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个识别人脸啊 对于人来说觉得是非常简单 我们看几个人 马上就对应上他的名字和他是人 下次见到他马上就会认出来 或者是我们识别一个图片 它里面是猫还是狗 那当然说太简单了 小孩就能看出来 但是这些任务对于计算机来讲的话相当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计算机来讲的话 他看到的这个图片 实际他来进行处理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一些像素点 每个像素点说到底 就是一些一个矩券里面的一些数字而已 比如说0到255之间的这个像素 三个 color channel 就是说三个这个通道 RGB, Red, Green, Blue,红色,绿色和蓝色 所以呢 对于计算机来讲的话 他想识别出一个图片中物体到底属于哪一类 属于非常困难的一个任务 但是比如说我们要算几个大数相乘 比如说识别数乘以识别数 对人来说很比较难 是吧 我们人脑起码这个心算一般是达不到的 除了这种最强大脑的可能个别的人可以达到 但是这个机器学习呢 就是说这个机器来说 对计算机来说的话 这种任务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呢这个深度学习 包括这个机器学习呢 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能够让我们人类 就是计算机 他的智慧和学习能力能够接近人类啊 这个深度学习第一次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种希望 所以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深度学习 目前他的发展状况 还有哪些代表性的学术机构和公司走在前面呢 他目前的人才需要如何呢 在美国这边 其实深度学习是以这个Universal of Toronto 就是多伦多大学 纽约大学 斯坦福大学 这几个学校为代表 工业界呢 以Google Facebook 和百度这几个公司为代表 走在前面 对于深度学习的研究与应用 对于这个深度学习的几个领军人物 比如说这个Hinton 我们之前提出的啊 他是被Google挖走了 然后呢 另外一个在纽约大学的一个研究学者 Lukun 他是被Facebook挖走了 那么大家可能也都听说了 百度的这个在Cupertino 这个硅谷的实验室 挖走了这个Stanford 之前也在Google工作了 这个著名机器学习的专家 Angelo Wu 也就是这个吴文达教授 那么Google呢 在这个去年啊 四月份 超过五亿美金收购了 专门研究深度学习的初创公司 一个startup叫DeepMind 这个深度学习 因技术发展的人才信用 造成目前的抢夺战 非常激烈啊 尤其是在这个 美国这边 但是现在国内的大小的工资也在跟进 比如说阿里巴巴现在 也需要 希望使用这个Deep Learning方面的这个技术 来对他们的这个视频 以及这个大量 大数据 海量数据的处理 然后帮助 所以呢 很多国内的公司都在更新 所以呢 开始涉及到这个深度学习领域 可预见的是呢 未来几年的深度学习的人才需求量肯定会持续的增长 因为目前是一个非常 比较小的一个领域啊 也就是说需求量是不断的增加 但是目前研究这方面的人还是比较少 那么深度学习 无精和未来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目前我们使用的很多产品 其实已经使用到了这个深度学习的技术 比如说目前我们使用的这个Android中的这个 手机啊 这个Google的语音识别 这个Google Now里面的这个语音识别 包括这个百度识图啊 对上传一张图片告诉你他是谁 或者上传一个人告诉你他是哪个明星 包括这个Google的图片搜索 这些产品里面呢 他其实都已经使用到这个Deep Learning 深度学习的技术 而且深度学习技术呢 他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进展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人脸识别呢 一直是这个Computer Vision 也就是计算机视觉里面比较重要 也就是说比较主流的一个研究方向吧 其中一个研究方向 那么这个Facebook去年呢 做了一个Project 一个项目叫做Deep Face 这个项目呢 对人脸的这个识别率 已经第一次达到接近人类肉眼的识别率 也就是说人肉眼的识别率是97.5% 那么Facebook的这个Deep Face的这个效果 已经达到了97.25% 所以在这个大书记时代 结合深度学习的发展 在未来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 真的是不好估量的 目前大家都听说这个无人机啊 机器人以及自动无人驾驶汽车 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热 也就是说很多东西 马上我们就要看到这个商业化的产品 要推出的这样一个程度了 但是说所以呢 这个深度学习的发展啊 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也希望接近这个人工智能 所以这门课也是非常兴奋 跟大家共同来讨论一下这个人工智能 尤其是深度学习的这个发展 以及它的这个其中的原理 好 那么在对上面这个深度学习做了一个基本了解之后呢 我们下个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深度学习 它的范畴是怎么定义的 因为我们之前提到几个好几个概念 比如说人工智能 这个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概念 我们提到这个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的概念 那么实际上一个关系呢 我们可以跟大家用这个图来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AI的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广的概念 就是说人工智能 那么我们讨论的所有 只要是计算机具有学习能力 具有智能化的这个所有的学科和知识 这些分支 它都属于大的这个AI的这个领域 所以AI是属于非常最外层这个圆圈 就是最大的一个领域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knowledge base 就是我们的知识体系 它是AI里面的一个例子 是吧 然后在AI里面有一个分支 叫做machine learning 就是上一个系列课 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里面有更多的算法 比如说这个decision tree 决策术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支持相像机 或者说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 这个模机回归 那么这个深度学习 它是怎么样定义的 就是说在这个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的范围内 我们有一部分重要的分支叫做representation learning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对于每一个物体或者说实力 我们都要学习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代表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向量可能 或者说一个数值或者什么 所以呢 这个机器学习的算法 它很大一部分重点都在集中于我们怎么样设计出比较好的这个特征向量 能够代表这每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实力 所以呢 有一块分支就叫做representation learning 就是说我们的代表化学习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这个autoencoder 它就属于representation learning 然后deep learning 它是一类比较特殊的算法 也就是说以这个neural network 神经网络为起源 经过这个网络层数加多以后的一系列算法 那么它的重点的表现比较好的地方 在于它可以学习出比较好的这个representation 就是说是这个物体的代表 那么一个例子就是说multi layer perceptron 这种算法呢就属于deep learning 希望通过这个图 大家对这个这几个概念 它的范畴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从非常高 比较简单的这个范指的层面 给大家先基本介绍一下 这个深度学习的模型是个什么样子的 当然说我们后面每一节课会花很多时间 给大家详细介绍每一种算法 是怎么工作的 并且它的应用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也就是说比如说给一张图片 我们现在想识别出来 这个图片里面到底是什么物体 比如说我们有三类吧 说到底是人呢还是车呢还是说一个动物 但是对我们人肉眼来讲 人脑的话是非常容易识别出来了 但是我们怎么让机器能识别出来呢 那么对于深度学习 它基本上属于这样一个结构 也就是说它有很多层 大家最好看一下上一节系列课 我们讲了这个神经网络算法 它里面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这个神经网络什么样一个结构 其实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神经网络 只不过它的层数比传统的神经网络要多一些而已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网络结构它第一层 也就是我们的输入层 叫visible layer 它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像素点 就对于机器来讲 比如说把它这个像一个巨型内部的几个方框结出来之后呢 它里面每一个像素都有一个数值 比如说RGB value 就是说这个红色绿色和蓝色三个点分别的值是多少 所以我们第一层其实就是一些像素点而已 那么每一个箭头它代表一个这个转化的一个方程啊 这个我们在神经网络中啊 上上个系列的课中给大家详细解释了 我们下面的课也会跟大家介绍来解释 所以我们呢在这个转化过程中 这个nonlinear transformation 就是说非线性转化中每每几个像这个叫小圆圈就叫做这个神经元啊 这个神经元的每几个神经元经过这个箭头的这个非线性转化之后 又达到了下一层的一些神经元 那么这些神经元呢它代表的这个概念 就稍微比上一层要要凹层一些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可能从上一层中学习出来了一些概念 就是说比如关于一些编的概念就显现出来了 那么经过我们再一层的这个更新 也就是说我们到下一层之后啊 我们叫做hidden layer 包括上面这一层叫第一层的hidden layer 就是第一层的隐藏层 第二层的隐藏层 它呢可能就学出来一些这个 里面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区域化的这样一个概念 如果我们再往深层来学习的话 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物体的一些部分 比如说人的耳朵呀 有点像人人的这个脸呀 或者一些边界呀是类的东西 然后在最上层呢就是我们的输出层 也就是说我们代表的我们要分类的这些类物体 比如说是车人还有这个动物 那么呢经过这一个network整个的学习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输出层它的这个pixel value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像素值 可以学习到它最后每一个图片是归于哪一类的 到底是属于车还是人还是还是一个动物 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 所以什么叫deep 就深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传统的神经网络通常我们只有三层 但是随着这个计算能力的提高这些年啊 我们知道这个摩尔法则就是每18个月计算机的能力 计算性能要提高两倍 或者说它的这个造价要降低一半 那么随着这样一个趋势包括这个我们目前这个互联网 social network这个社交网络以及这个照相摄像设备的增加 我们近十年互联网这个发展使我们的数据量就是有标签的数据量 就是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什么 这样就是是人还是车 这样的标签数据量的增加造成了我们可以使之前的这个传统的神经网络 它的层数增多并且仍然可以达到非常好更好的学习效果 但以前呢神经网络出现的时候 它的算法虽然在这个以人脑这个为启发的这个概念上 有更别的算法有它的心领之处 但是呢因为当时的这个算法这个计算能力的局限 以及数据量比较小 所以它一般层数比较少 这也就是我们说这个deep就是这个深度的来源 好那么下面我们大家在通过另外一个图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深度学习和我们讲的传统的这个机器学习 也就是deep learning和machine learning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从左边来看一下 最左边的是最原始的一种机器学习的方法 也就是说它叫rule based system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根据这个规则来学的 就是说很简单 比如说一个沙滩它的天气状况温度 还有这个沙子的湿度是分别是怎么样的 走得出来我们是不是享受今天来游泳 那么这个imput就是这几个值 我们简单的来人为的制定几个法则 说如果是阴天下雨或者是潮湿沙滩 人们就不享受游泳 如果是这个晴天温度和适阳光宜温 那这时候人就会享受游泳 这样一个简单的分类 如果是这种我们就叫做这个最简单的 叫rule based system 就是以规则来进行学习 来给它一个输出 或者输出其实就是分类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学习模式 那么比较经典 就是说传统的这个classic machine learning 就是这个机器学习 它进行用什么模式的 就是说对于任何的一个输入 我们会手工的给它来创建一个feature vector 可以叫这个向量特征向量 这些年十几年来说 这很多的这个研究学者呢 其实都是在这个上面来下文章 就是说比如说在对于这个图像方面 发明了这个local boundary pattern 比如说这是一种向量 就是它的特征向量 或者说发明了比如说sift 是图片里面的一种向量表示 那么这个代表向量 其实也就是一种feature representation 就是说它能够来比较好的代表这个每一个实例 用这种向量可以作为比较有效的区分不同分类方法 那么有这种向量之后呢 我们再结合一定的这个映射法则 所谓映射法则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机器学习的一些分类方法 分类器 结合出来之后呢 我们达到一个输出 就是给每一个物体进行分类 这是一个传统的这个 机器学习的方法 那么下一种呢叫representation learning 什么意思呢 就是更加广泛一点 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出来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feature 就是说我们重点就是要可以通过一些学习的方法 得到这个特征的向量 然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映射达到一个输出 那么这个deep learning 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深度学习 它的不同之处在哪呢 就是说我们的输入之后呢 它是一个最简单的feature 什么叫最简单的feature呢 就是说它是最小单位的这个特征 比如说对一个图像来讲的话 那么我最小单位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像素点 它是最原始的这些特征 我们从这些特征呢 来通过这个most complex feature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学习啊 把它其中的这个关系找到 也就是说我们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这个特征点中 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么我们自动学习出来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这个特征点 然后呢再经过这个mapping 就经过映射 来分类得到这个output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deep learning 更深度学习最不同的地方在于 我们是从最简单的feature出发 最复杂的这个feature 特征点 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中 学到最有效来区分这个物体类别的这个特征点 然后呢才进行这个映射 来达到这个output 达到这个输出的这个分类的效果 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什么是deep learning 它的一些发展动向 以及一些 跟机器学习的一些关系和它的基本概念 那么从下节开始呢 我们将跟大家详细介绍deep learning的算法 以及应用 好 本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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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